大家好我是Peter 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Micro Service 那么上一堂课我们完成一个很基本的Rest Service 就是Text Rate Service 这个Text Rate Service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个Get Service的话呢 我们会获得它所有的Rate 根据Single或者Married 获得所有的Rate 那么这是一个很基本的Rest Service 如果大家对这块东西不了解的话 可以去看我的那个SpringRest的视频 告诉大家从SpringRest怎么去建一个这样的Rest Service 好 那我们下面讲第二个Micro Service 我们现在每个Rest Service都是一个Micro Service 我们现在就要建第二个Service 就是Text Rate 叫Text Service 是这个Text Service 那么做之前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把它的这个版本呢 改一改 这是2.0.6 那么还有这个SpringCloud版本呢 我们要改成 我们来看看SpringRest 把这个烤一下 这个 把烤过来 好了 那么我们的Import进来 这是Text Service 好 这是Text Service 然后呢 我们继续啊 那么这个Service里面呢 跟刚刚刚一点不太一样的话 这POM东西多了很多 我们来把它整个打开来看一看 这是Text Rate 我们首先呢 有这个Client端 就是EurocaClient 一会儿我们要把它注释掉 然后还有这个Ribbon 还有OpenForeign 就是Fan OpenFan 这两个东西 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用不上 这个技术我们一边做呢 一边来解释 我们把这几个 嗯 我们把这三个这个Dependency 我们先给它注释掉 我们先用不上 啊 我们给它 嗯 save一下 我们只用到最基本的web 和dev tool 就行了 啊 好 我们第一次来完成呢 我们通过Rest template 来完成 我们来看怎么来做 首先呢 新的这个pack 就叫com.beva.boot.model 嗯 嗯 那么这model里面同样也有这个 跟这里一样的 因为我们要完成数据嘛 就是text rate 要不要给烤过来 然后我们来看看 这个text service啊 在source下面呢 首先model下面 我们还有个叫text result 嗯 那就是获得这个里面的值啊 就是最后我们要算出一个text来 啊 这text result 我们把它给烤一下 啊 啊 这里面 result里面有三样东西 一个叫income 一个text 一个叫pot 那么income是你输入的income 然后通过这个text rate 来删除一个text 然后pot number呢 是为了测试用的啊 本身是没什么意义的 跟我们的text没关系的 但是 但是我们加pot 就跟我们刚刚这个加pot 刚这个text rate里面加pot 是一样的啊 没什么实际意义 但是呢 它是为了我们以后做测试啊 我们把这个呢 text rate 做好了 这是第一部分 好 那么第二部分呢 啊 我们来我们来看 啊 不在这 那么下面就是它的service 部分啊 我们叫text service 这里呢 这里呢 有一个算法啊 怎么去计算啊 那么这个也不是我们所关心的 到时候我给大家稍微过一下这个代码 啊 好 我们去new一个package 那 boot.service 啊 然后呢 我们去new一个class 这个叫text service 啊 啊 那么 好 好 好 那么这个text service是什么呢 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啊 那么它calculate tax 那么它输入两个参数 一个是income 对吧 一个是tax rate tax rate 当这个rate是从tax rate service拿到的 那么怎么拿我们一会再说 那么首先呢 我们初始化这个tax result 然后呢 我们go through一下这个tax rate tax rate tax rate的话我们知道里面它的整个的那个tax是一个map 啊 key就是它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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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integer呢 valued它的rate 啊 然后呢我们终于一个sort 我们要排序 从小到大排啊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个map嘛 它不不不保证input order的 我们要给它排一下啊 这个 按去set两个stream sort一下对吧 sort完了以后的话collect 变成个list 啊 然后它一个size 那么从0到n-1的话呢 我们是这么来算的 如果income呢 它是 如果income是小于等于这个level 到这个level 这个以下 就是level前面一个level呢 这个这个距离呢 乘以这个东西 然后往上加 如果是大于的话呢 啊 那么就是 就是把前面一个level 啊 这个距离相减 乘以上面一个level的rate 就往上一直加上去 那么最后income如果非常高的话 那么最后呢 不管有多高 高出了最最大的那个那个值 那么它的距离呢 它的difference呢再乘以最高的rate 就完了 啊 那么这个逻辑呢 自己去看一看吧 我这里不做 这不是我们重点啊 就是说 这个逻辑是正确的啊 最好是正确的 能够把这个算出来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我们来最后 做一个这个package 是 做这个rest 那么这个rest呢 我们去new一个class 叫textrest service 好 这里面就有讲究 我们要分几种情况来讨论这个 这件事情啊 我们来看看 第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rest 那么首先 我们先 我们做第一个吧 然后这个将加个rest control 然后把那些dependency 补回去 因为我最后的代码是成型的代码 我们不用这个成型的代码 我们一步步的把它整个的一步步怎么做的过程给大家演示给大家看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没有 这个 这个 没有 然后income 那么我们这个方法呢 是在我们完全不了解新知识之前 用我们已有的知识 其实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就是用rest template 那么对于现在来说的话呢 我们这个是rest service 就是textrest service 实际上是textrate rest service的consumer 它就是client端 那么它的url呢 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这个8000 对吧 textrate service 就是rest finding type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link了 当然这个finding type 后面呢 是要跟参数相关的 把它给拷过来 然后呢 真正url呢 加上这个finding type 就是它的url了 然后rest template 的话呢 我们用template的getforobject 有getforentity 或者getforobject entity的话 是反对response entity 里面包含了req的这样一个object 或者说我们直接返回object 就是getforobject url 然后textrate.class 就行了 然后我们返回textrate 那么这个result呢 就是calculate 就是把这个textrate 算出来以后的话 这个textrate 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textrate service的值 然后再去计算一下result 然后port number 就是跟textrate的port number相同 我们知道来自哪个port 那就行了 这么做就做完了 那么当然我们最后 还稍微补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application 再回去一下 resource 这里面呢 我们要给他 给他复一个名字 好 这上面计划就行了 嗯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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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contact past text service 这个 他port number 我们改成8100 因为不可能同一个8000 因为为什么我们也知道 改port number 因为不可能在同个port number 让两个不同service 我们就换了port number 然后给个名字text service 行了 好了 我们再回到这个 这个text service 来 我们加上这个scan-base-packages counter.boot.boot 好了 我们开始就来run 这个这个例子 好start了 好 我们现在来run 这个链接是怎么链接呢 我们再加一个 那么这个呢 是host 8100了 然后是tax service rest 然后filing type filing type 我们先filing single 然后呢 income呢 比如说10万 这个income 这是他的完成链接 我们send一下 大家看算出来了吧 income 这port呢 来对8000 他自己的这个这个 request来对8100 但是呢 他call了这个另外一个 reslate service 来对8000 所以他port number是8000 那么这个text 算出来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算这个married 这个都都可以改 married married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single text 是18000多 married的话 13878 79 那就少很多了 married这个text是有优势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 可以改一改 比如1万12万 这些传出来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完成了我们这个 这个两个micro service 互相怎么沟通的问题 互相怎么沟通的问题 好 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看这个代码 问题在什么地方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来看问题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 这个代码 这个他的url 是写死的 当然你说我不这么写 我放在property文件里面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我没什么property文件可以读进来 但是你们property文件 它也得写进去 那么对于这个另外一个micro service的话 它的port number到底是多少 其实不好说的 我一个 刚刚我们讲过 一个micro service 它可以 通过不同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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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t number来展现出来 我可以临时去改它的port number 对吧 这个把它写死了 这是一个不好的地方 第二个呢 是res template 那么这个res template 每个人要写这么一大堆代码 对吧 所以说呢我们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叫fain fain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fain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不用写res template 它有专门一个 这样的一个代理 叫proxy 我们不需要写这么复杂 比如说这个template里面呢 还要去读这个text rate 然后怎么回来 如果说这东西复杂一点的话呢 就不好弄了 我们希望把这一块 丢给一个代理 这个代理叫proxy pattern 这个proxy呢 帮助你去读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micro service 那么这个 因为你想啊 我们可能要读好多好多 micro service 那么每个都写res template 那是很麻烦的 那么我们最好呢 把这件事情呢 给外包 外包给一个代理 让代理去做 那么我们下面怎么做呢 我们继续来 我们这个这个呢 先暂时停一下 先暂时停一下 我们这里呢 再去 new一个package put.proxy 我们设定一个proxy 我们设定text rate service proxy 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 对 这是interface 这名字呢 不叫text service proxy 是text rate service proxy 我这个命名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proxy是代理text rate service 它不代理text 但是text service要用这个proxy 所以这个proxy是代理的什么 代理text rate service 我们用这个东西 这个proxy 然后呢 我里面呢 加一下 这个写法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我们的这个 这个interface 它没有一个class 它有点像我们的SpringGPA 就是我们生成一个interface 去extend什么呢 去什么cludeinterface cludeRepository 或者JPARepository 这样的东西 里面代码具体不怎么用写 那么这是getmapping 好 那么这个里面呢 它其实把后面这块核心东西写出来了 那么前面是port number 什么http 我先不写 那么外面呢 加一个这样的东西 叫fanclient fanclient 当然现在我们为了做这件事情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pom打开 刚刚pom我们把它给注释掉了 否则的话它不认得 我们把这个 把下面这个fan呢 给打开 上面我们还继续给它注释掉 把下面的fan打开 就行了 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就可以有fanclient了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 给解释一下啊 fanclient的两个参数 一个是names textray service 我们讲这个 它是 它是要连上哪个service 我们那个textray service 已经给了这样一个名字了 URL呢 就是logohost808000 当然这个可以随时改 如果它换了以后 或者说它URL可能有好几个啊 都可以这么改啊 然后再写个URL就行了 那么我们这个做好了 最好以后还不够啊 最好以后的话呢 我们 呃 再 我们把这几个不要的先关了啊 tax service application 也先关掉 tax service application 的话呢 我们还要enable一下啊 enable这个这个fan这个东西 那么enablefanclient 那么enablefanclient 后面要跟上这个package 就是那个proxy的package 你把所有的这种 这个可以不止一个这个proxy 可以有好多个proxy 因为我可能要连 就是说我这个service microservice 可能要读那个 另外四五个microservice 你把所有proxy 就放在package下面去 你就读这个package名字就好了 然后enablediscoveryclient 那么也就是说enable这个discovery 我是client 然后要读这些service 也就是说本身呢 我们讲red service呢 它就是一个producer 它producerred service 然后提供给上一家callers 来用的 那么如果microservice之间 互相去调用的话呢 那么一个service 可能是producer 另一个service 可能是consumer 但是另一个service 像我的tax service 它既是consumer consumer是对于tax3 的service来说 它是consumer 但对括弹的人来说 它可能又是producer 这样的话呢 可以互相啊 很多很多service 可以互相这么去调用 然后我们enable一下 我们重新再浪下这个例子 那么浪下这个例子 那么浪下这个例子的话呢 我们这个为了区别啊 我们这里写另外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这里面呢 我们为了显示跟fan的不同啊 我们再写一个啊 再写一个另外一个 好 好 这里要要给它给它封装好 那AutoWire进去 好 好 那么这个呢 是get result by fin 跟刚刚一样不一样 所以我这个 mapping里面呢 加一个fin 这是通过fin来做的 那么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就不需要去 去写这个url了啊 我们只要通过proxy 到retrieve tax rate 就是我们刚刚的proxy 这个地方 去retrieve tax rate 这个方法 你把参数给放进去 它自动的 就会了 其实啊 大家看啊 这里面呢 其实就像个rest一样的啊 它也是有这个 这个path variable 有get mapping 一回事儿 只是这件事情呢 通过另一个proxy 给代理掉了 你自己类部就不用做了 那么对于我的tax service 来说的话呢 我就通过它 就获得这个tax rate 这样就方便了很多 然后这个还不完全很方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最后啊 这个上面的tax rate service 还有这个localhost 8000呢 都写死了 如果说我们来自于不同 不是8000 如果说我们的tax rate service 来自于80001 80002 这种不同的proal number 的话呢 可能这就要出问题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们一会再说 我们回到这来 那么这个 用proxy拿到以后的话呢 获得result 这里面呢 很很很 这个应该大家可以理解了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造一个实体的一个object 那么系统呢 只要看到这个interface 这个proxy的话 它就会造出object来 就跟我们那个sprint jpa一样的啊 sprint datajpa是一回事儿 然后呢 我们设计proal number 那是一样的 好我们这个做好以后的话 我们再测试一下 我们回到这个application再来 好 那么首先呢 如果你用这个text 这个service这个呢 以前那还是一样的啊 这个没有没有差别 这个没有动 那么我下面的改一改啊 这个reft 我们加一个什么 fegn fegn 那么fegn的话呢 我们这里还是一样 我们这里写成single income 好 这也做出来了 加了fegn以后的话 可以看似是跟刚刚不一样的 这个我 我故意把两个代码写在一起啊 那么有些 网上的那个github上面代码呢 可能已经把我那个 用res template的东西给去掉了 那么可能你直接看的话 就有点困难 我们一步步走啊 从res template 改到这个fegn 就是说 他想法就很简单 就是说我这个text service 要call他text rate service 那么最直接方法 就是res template 我们就怎么直接call了 我把我自己当成client 把res rate service 当成一个那个producer 这个service producer 我就consume他service 完了 把数据拿过来 完事儿了 那么这个呢 不是很好 后来我们呢 就想了个办法 就用了proxy pattern 代理 这个proxy的话呢 它来代理所有的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proxy 来call 不同不同的那个service 好 那么我们就讲完了这个 这堂课呢 我们就刚刚讲完了 如何用fem 把fem引入进来 如何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下堂课的话呢 我们就最后来完成这个cloud的这个工作 就是说我们如果一个service 来自于很多很多端口 来自于很多很多端口 我们怎么给它balance一下 要是用到ribbon这个东西 好 我们直播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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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